如果說是一個區域上面 代售比比較高的話 我們會提醒大家 就是選擇財務狀況比較好 然後牌子比較老的建商 那它在代售比高的過程裡面 至少有一些空間 那縱然可能價格沒有辦法 有明顯的往下修 它至少可能可以送點東西給你 那我們要教大家怎麼算一算 因為就算說房價下來了 你有沒有本事買得起 這還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其實你大概可以有幾個方法 稍微評估一下 歡迎收看土地才知道 我是向韻芬 最近房地上有一個天大地大的消息 聽說有重災區了 要不要去搶一搶了 我們今天請到專家 好好的跟大家來聊一聊 好 換一下我們駐商器人室的總監 徐嘉欣 小甜心 甜心好 哈囉 月光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對於年輕人來講 有個天大地大的好消息 就是說房地產出現重災區了 好開心 那不就好開心啊 那不就是要趕快去搶了嗎 這理想上面是重災區了 就是我先讓大家看一下重災區在哪裡 好 離我們比較近的啦 像新北市的三重 那它總銷大概2800左右 然後它有大概2100的代售戶 所以代售比的話有將近七五成 全台灣都有欸 對啊 大家有更開心 除了台北市之外都有了 因為台北市沒什麼案子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案子 就不會有什麼重災 所以你看桃園 對 所以你看喔 台南嘛 前陣子很熱的安南 然後還有就是桃園 台中 那新北的話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朋友 你可能想要看一下 新北的新房子的話 從這樣的資料上面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欸 新北市的三重 還有就是土城 這邊的話 現在的賣壓相對是比較大一些 欸 我們全國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看到欸 所以現在看起來我覺得 那個代售比最高的反而是台南欸 89欸 台南現在來說 因為當初就是南科熱了之後 其實周邊有很多的空地 然後你就會發現到 就是沿著南科的周邊的一個話題來說 會有很多的業者推案 那但是前一陣子 我還跟我 有個朋友就跟我說 他說他已經看房子看到台南 一個不可思議的鄉下了 你麻豆還鄉下嗎 欸 不好意思跟你講出來 我朋友 我同學住麻豆啊 他就說你要來麻豆看房子 我本來想說不要抖 所以沒有小姐 居然居然 真的是我同學住麻豆啊 他叫我去麻豆看房子 他已經連麻豆 就是我們過去說 都我們沒有看不清麻豆的意思 沒有我喜歡麻豆 但是他就是現在連麻豆的推案抖著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說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我過去沿著南科 或者是台南人最喜歡的東區跟永康 都已經價格到有一點壓力 東區那邊現在已經到六十幾萬了 所以這個確實是會讓很多人會覺得說 乾脆往外去看 但是我們在往外去看的同時 看看賣壓區 那這些賣壓區 或許你在那個地方 有機會撿到自己喜歡的房子 男子呢 男子之前台積電說不去 下不下來 現在又說還是會去 可是我看到代售比還是很高啊 因為在過去那段時間推了蠻多的暗次 所以各位其實可以看到在前十名的排名來說 這些的代售比大家都已經超過五成 代售比是因為說我房子這麼多嘛 等著要賣嘛 所以覺得他可以有溢價空間嗎 會下來嗎 是 但是下來的幅度 可能沒有大家所想像這麼高 你怎麼越講越小聲呢 我很怕得這個全家 我覺得是說 如果說一個區域上面代售比比較高的話 我們會提醒大家 就是你可能先去看 那去看的時候選擇財務狀況比較好 然後還是比較老的建商 那他在代售比高的過程裡面 那他可能也會希望能夠創造一些不錯的業績 那可以打個幾折嗎 打到骨折是不可能 是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 至少有一些空間 那縱然可能價格沒有辦法有明顯的往下修 可是他至少什麼 他至少可能可以送點東西給你 唉唷我也要送錢 不要這樣好不好 好歹送點東西也貼補一下家用這樣子啊 那我們要教大家怎麼算一算啦 因為就算說房價下來了 你有沒有本事買得起 這還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啊 是啊 所以我們會跟很多的朋友說 特別是手購型的年輕人 其實你大概可以有幾個方法稍微評估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一個月多少錢 然後我大概呢 每個月我能夠負擔房貸的金額是多少 我們以前在算一個比較 你可能不會影響到日常生活的這個費用的部分 大概就是不要超過三成 假設你家裡頭一個月九萬塊錢的收入 那你的房貸希望可以控制在三萬以內 那如果說這個你評估完了之外 你想要分幾年來去做還款 那因為現在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有啦 是所以如果說你用這個還款的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你當然就是還款的年齡時間越長 你每個月負擔越少 可是你總利息會比較高 可是如果你以後打算要換屋 那你又預期區域的房價可能會往上走 那長一點 坦白說也沒什麼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中和評估 那最後一個就是 你用你能夠評估的購物力跟你的時間 你去算出來 你大概可以買什麼樣的房子 那我們過去都會建議大家就是用所謂三三原則 自備款三成 然後你的這個每月的房貸支出 不要超過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用這個邏輯 那只是說現在房價很高 所以如果你就是要扛一下的話 你一月三萬房貸 你去買哪裡啊 不要再去日本啊 你男子都買不起 反正就沒辦法啦 所以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來繼續做一些計算啦 第一個的話 你投資款三成 然後你試算 那我們用一個比較高的房貸 2.3比較高 2.3比較高 市場是真的有用2.3 哇 我覺得真敢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超過2% 你就可以去跟銀行談談了吧 對現在的地板價的話 大概是2.06 所以各位可以就是把握一下 那我今天跟各位提供這個方法是 會讓了就是你算了之後大概知道 可是你其實是可以買再稍微貴一點的吧 我們就用一個比較保守的方法估 你每個月如果說你貸款100萬 不可能貸款100萬 你又沒有付爸爸或是郭爸爸 我們就是那個啊 讓大家不要嚇到好不好 所以你就大概稍微估一下啦 如果說你貸700萬乘以7 你貸1000萬乘以10 好不好 那你20年就是一個月還5200 30年一個月還3900 40年一個月還3200 你貸款1000萬 如果你是20年的 你一個月要還52 這非常吃力 對你可能就 非常吃力 就沒辦法 要不就是毛起來打工 要不然的話 就是可能少出去玩 所以這個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試算的話 我們用這個方法來去做試算 那來個例子 好 來個例子 假設好了今天有一個小明 小明他每個月可以負擔 就是三萬五千塊錢的房貸 那負擔的話 我假設小明就是用20年 我想要早點還完嘛 好所以小明呢 他就是用20年用5000元 除下去他可以算算 就當貸款嘛 對他就是可以 670萬的貸款 那670萬貸款 那我還有投期款的問題啊 如果說就是 我還要自己證的話 那要自己證 你是用反推的方式來算的 欸對 我們就用反推的方式 所以會比較保守 好 那如果說你用這個方法來 回去算的話 6.7成100萬是670萬 是你可以負擔的房屋貸款 是 然後你七成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負擔到 欸957萬 好那957萬的話 你要準備多少支配款呢 三成 287萬 那如果小明覺得說 一個月五萬 就像韻芬姐講的 我要死掉 我就40年好了 40年你又夯不讓道 你可以 弄到一千萬的房 嗯 你負擔到一千萬的貸款 那你再回推下去的話 你就是可能要稍微準備一個 比較多一點的支配款 好那我們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現在很多的銀行 你支配兩成就可以了 現在要付468萬的頭期款 買一千萬的房子 40年還款 我真替年輕人覺得 BI呀 要孝順 擺善孝為先 就是讓鳳五金資助一下 欸所以這個是 我們為什麼可以救救年輕人 那有啦 現在政府有一個救救年輕人的方法 就是安心成家 安心成家的話 他很棒的一點是18歲以上 你只要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名下沒有房產 你就可以去做申請 所以如果說你爸70歲以上 既然就是70歲 但是沒有房產的話 要父母金沒有房產 沒有就是就是說你自己本人 你已經成年了 18歲以上 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那可以呀 那沒有房產 你就可以去申請囉 它的利率超開的 超香 它的額度可以到一千萬 因為你如果用舊的輕安的話 只有800 然後它最常可以開到40年 寬限期可以5年 我不知道可以怎麼思考耶 因為最長連線40年了 我35歲買房子 我75歲還完喔 不一定 你有可能45歲 又多生兩個小孩 又花了一千 所以事事難料啦 好然後呢 你好樂觀喔 我一生就是以樂觀進去 自從就是我們認為 我在這一行之後 發現房價一直沒辦法 搭幅回趟之後 我只能樂觀進去的面對 然後所以如果它補貼之後的話呢 我們剛剛講了 我沒有2.3就算了嘛 對不對 這個給到1.77元 比較低啦 所以地率很甜喔 那它的實施期間的話是 8月1號開始 其實已經上路了 應該是到2026年 到2026年 那還有機會啊 是所以我們就算一下啦 你就發現剛剛20年不是5200嗎 現在4900而已咧 舒服一些些啦 有 你可以就是帶老婆去吃個牛排一類的 但是如果你貸款一千萬的話 你還是要四萬九 我好像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不要姐姐 我覺得就是我們還是要放過自己活在當下 好嗎好啊 30年的話就是3千5啦 40年的話你看就是3千塊錢 那你可能會說 我如果想要帶一個什麼 比如說 1027萬 類似像這種 各大銀行都有房貸試算 對 你要快線期它可以幫你算 所以就不要勉強自己啦 好那我們現在就用這個來給大家算一下 如果你用七年安心成家的話 嗯 欸我三萬五啦 好用三萬五囉 那我們就可以背到710萬了 嗯 那710萬的話 就是我們再回推回去 你就可以買個一千多的 一千多萬的 欸雙北市的話可以買到公寓啦 嗯 然後有一些比較 公寓要爬五樓 欸也不用啦 其實四樓可以 對對對 然後呢 那個如果你是要買就是 稍微淡白去一點 有機會可以買到舊的華夏 啊 這個一千多萬 事實上還蠻蠻不錯的啦 就是你有比較多的選擇 那大概自備三百多萬 好那如果說呢 欸我弄成40年來要還的話 你其實自備五百萬 但你可以買將近兩千萬的房子 嗯 我們用這樣子的邏輯來推給大家 那有些人會說 我們剛剛講 銀行現在有些願意給我 呃就是八成的貸款 嗯 好那我其實只要自備 他會給你八成 應該有條件吧 欸八成現在如果你是首購 嗯 多數都會願意給 首購信用條件不要太爛 工作穩定 大概多數會願意給 我會願意給啊 是那只是說 八成的這個貸款 我會問你說 你要多自備一點的自備款 因為各位啊 你要去買的房子之後 不是之後 就是付完這房子的這個頭期款 就沒事了呢 嗯 欸你有一些雜費要付 我中介服務費啦 喔喔 然後再來的話 你真是為你的立場著想 中介服務費要使 你也知道要打烤機 要小心一點 好 然後呢再來就是你可能裝潢 喔要要 買家具 買一點冷氣 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買完房子那一年 嗯 身上剩六百 啊 然後他就說 想想想 歡迎今天新衣服 還是就算 他說剩六百真的很擠啦 嗯 所以我們會提醒大家 為什麼要請各位多準備一點 因為你會有 比較有空間 要多準備一點之外 剛剛也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現在的房貸喔 就是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了 就一定要選到四十年嘛 我覺得要看個人的選擇 因為如果說你選到四十年 好處是你每個月壓力 比較沒那麼大 然後再 但我歷史一定多付啊 是但是如果說你沒打算付完 我們沒打算付完 就賣掉 一個是賣掉 好我可能我要換物 就不要連我賣掉 另外一種可能性叫什麼 另外一種可能性叫做 我有可能 就有一天忽然中了樂透彩 哎呦 你真是我很救藥的樂觀啊 不要這樣說就算不中樂透彩 我現在我二十歲的時候 一個月三萬 我有可能到六十歲 我還一個月三萬嗎 我就是也許有幾乎 我就是多還本金 把它還掉 那我房貸就輕鬆啦 所以這我們就是提醒大家 人生還是要樂觀 好有重災區了 不過還是要計算一下 你可以購買房子的一個總價 今天教大家來試算一下 有空看完我們的節目 趕快試算一下 今天非常謝謝甜心 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下方的愛心 並且分享給親朋好友 也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就不會錯過新片囉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你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週一至週五 Line Today的理財 影音分類準時上限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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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